嗨 大家好 你沒有看錯 裝潢桌子又出現了 今天 每次開始都不知道幾號 今天是8月9號 為什麼會隔這麼久呢 因為我的桌子終於來了 在這裡 就是我在實習的時候的好朋友 送我的入錯禮 他幫我訂做的桌子 然後因為就是 我們中間討論了很久 所以等到真的送來我家 應該是6號還是7號送來的 然後 他幫我做的桌子我超級喜歡 整張都是我們一起討論的 但是我現在缺一個椅子 這一碗椅子是 那個 吧檯的餐椅 然後 今天我們就想說來去 南崁的那個什麼 特立屋的 他有一棟大樓 然後裡面有很多家具店跟那個特立屋 B&Q的特立屋 想說來去看一下椅子 然後順便還想要買客廳 呃 畫鬼可以掛畫的那個鉤子 想說 趁今天放颱風架 不知道可不可以買到搭配我這張桌子的椅子啊 不然我現在坐架也是蠻舒服的 好希望能找到 走吧 我們 我們 在附近找到一間涼麵 因為今天實在太悶了 很想要吃涼涼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吃涼麵了 這個好不好吃呢 他跟 在台北的那個福德涼麵的部分 就是吃 然後也有味噌蛋 然後還有我們拿一個辣椒 我現在要來買畫鬼 因為我之前在淘寶大有看到很多便宜的 可是因為 我怕裝上去不合 所以想說先來特立屋買 回去看看可不可以用 然後可以用再去淘寶買吃 好了 好貴喔 好貴喔 剛剛掛完了 然後 因為我想要的是 有輪子 但是有設計感好看一點的工作椅子 通常要買就是很電腦的電腦 不然就是很普通的餐飲 所以我都沒看到喜歡的 想說不然等等去 IKEA看看 買到一張 蠻喜歡的椅子 但是這個材質奇奇滴滴 就會把它裝到爆炸 因為它是有點像人造皮的這種 而且買過也比較八千多塊 這個奇奇滴滴 到底要不要買像椅子呢 結果我發現這張也蠻好做的欸 這非常 可是 可是我家 工作室都是黑色的鐵線 我就覺得白色有點不太好 不然這個也蠻好做的 然後便宜一半吧 這個好像也不錯 然後三千轉款 他在買一個毛茸茸的上 真的可以買他 可以買 好 買給我 掰 只要有椅子就好 椅 好好其實是辦椅子的 好好的感謝冰淇淋 我們買了椅子 還買了推車 這個車超可愛的 而且它才390塊耶 完全 之前完全不知道 IKEA的推車這麼便宜 直接買一台回家 直接買一台回家 這個推車真的超級方便的 我覺得 要搬家的人很適合買耶 而且它才390塊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車上 或是搬這種家具紙箱 跟你的東西的時候都很方便 到家了 然後我現在想要試試看我自己 不知道能不能把這個 畫畫上去 這個線買回來找這樣 上面這邊是 可以卡上那個卡榫的 然後底下這個畫鉤是可以掛畫的 而且它是有攤 就是它是可以調整長度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轉開 就是 嗯 拉你要的長度 它是用盤的啦 就是你可以 最長到這 然後你也可以調 這樣子把它調進來中間 所以它就會 掛到一個你想要的 高度 你可以來試試看 我跟你們說 我知道怎麼弄的 我剛剛成功的放上了一個 它就是 最上面這裡是一個T字型 所以這是要把它勾上那個畫軌 然後這裡有一個可以旋轉的 怎麼對的 喔 這裡有一個可以旋轉的 所以你要 然後把這個 先平放進去 然後再把它轉成 橫的 就可以勾上去之後把 上面這個鎖緊 我現在一直手實在是很可難 你可以把它往上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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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家弄成功了 然後我在淘寶買了一些 跟海浪有關的話 因為我喜歡前身想說 在家裡放一些藍色的 我現在要把它弄上去 往那邊短一點 我們把花掛好了 然後如果你要知道有沒有水平對齊 你可以用iPhone的這個 水平儀 放上去 如果剛剛好他就會跟你講綠色的 這樣 你就知道你有對準 完成 有了畫的感覺又不一樣了 是不是有煥然一新的樣子 我覺得雅各他們很聰明 那時候都有幫我買 我的玄關 然後 吧台跟這個 客廳後面都有買畫軌 有這個畫軌呢 你就可以直接 隨時的畫你想要的畫 或是掛你想要的照片 上去 然後家裡就會有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因為我之前剛開始裝潢的時候 本來就想要立刻先買畫 把它掛滿 可是那時候雅各就說 你可以先不要掛畫 看一下空的樣子 然後如果 過幾個禮拜膩了再換 所以 我們才到現在 才把畫掛上去 很有夏天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來掛學長送我的畫 但是這一位小弟弟 什麼都想要參一咖 弟弟在監工 監視有沒有把畫掛好 是嗎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1號 就由我弟弟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前幾天去買的工作室的椅子 因為昨天前天媽媽太忙了 都沒有拍影片 大半夜還在租椅子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才來開箱 但是我現在有點困 不是很想拍片 你不要煩我 好有期期待勞 將將 最後 我們 找了很多地方 然後還是回到了IKEA 買 工作的椅子 因為 IKEA的工作 電腦椅跟工作椅 真的就是有輪子 然後又比較好看 然後價格又符合我預算了 因為我們不想要找太貴椅子 就是 他們兩隻 不管是什麼皮都要把我抓爛 然後 電腦椅我又不喜歡 所以我們最後選的是這一張 呃 三千多塊 三千四百塊 而且它組裝超級方便 它所有東西都是直接卡榫 所以它沒有螺絲 以IKEA的東西 每次組都會組到類似的 程度來說 我覺得這樣椅子很值得買 它雖然不是 就 不是到非常的 呃 時尚 但我覺得以我家貓的破壞力 跟搭配我的需求 它已經算是還不錯的椅子了 然後 我的工作桌在這裡 改天再來拍工作室的開箱 給你們仔細介紹 然後因為就是我 呃 17的時候的好朋友 特別幫我做的桌子 他在 他們家是家具工廠 所以就很多東西都可以訂做 所以像那個桌板啊 桌角跟 呃 我要的輪子的設計 都是我跟他討論 然後他幫我特別做的 我就覺得如果你有工作桌的需求的話 其實很適合直接找人幫你訂做屬於的 就符合你工作需求的桌子 畢竟你有很多時間都要在這個桌子上面工作 所以外面買現成的 可能不一定這麼的實用 好 我現在終於有桌子之後 其實滴滴就很喜歡趴在這上面 超可愛的 好 我要出門了 這一次的裝潢週記 就到這 感覺最近還會多 呃 好幾個裝潢週記的 新影片 因為 我最近又覺得我家有很多地方 可以小小改造一下 所以應該會持續的紀錄 下次見 掰掰 喜歡這張桌子是吧 很滿意是吧 很滿意是吧